! 大家好! 又是我啦! 我是谁呀我是堵堂! OK!今天呢一样我要教 呃不讲啦 就是分享一些传达的配搭内容 然后以往啊!之前我拍过的就是 呃!比较shakeware的配搭嘛! 今天呢,来一点不一样的 然后不一样的就是 Fashion Style 呃以我自己来讲 本身呢 是没有在往 Fashion那条路走 或者是眼睛 因为我都是Shiftway风格 可是今天我想要来挑战一下 一样我今天配搭五套比较Fashion的服饰给你们看 主题就是Colorful 因为现在流行回2000年代的那个Y2K风格 那个风格就会比较Colorful 所以现在来到我们第一套 就是你看第一套就非常的Colorful 看到吗 它非常有Y2K的元素 就是那种针织短上衣 而且重点是颜色非常的鲜艳 然后我会配什么呢 牛仔短裙 不过我想要mention的东西是 因为我不走这个style嘛 我只是想要玩跟try 所以今天我拿出来的就是我仅有的衣服 我觉得比较Colorful的 OK所以可能没有达到那种很100%的Fashion 就是for娱乐性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变一变 看到吗 这个是Roy2K风 就是2000世纪当下很流行的一个穿搭 现在就讲Fashion是一个会轮回的一个东西 所以要跟你讲 你们如果要玩Fashion的人很简单 你们只要把那种奇形怪状 你觉得不合逻辑的穿搭穿在身上 你就是Fashion了 所以你看到吗 我这一次很奇怪的穿搭 OK 看他头发 前面要用两条下 哈哈 跳下 蛤 很像蟑螂脚 前面要两个蟑螂脚 OK 然后还不用紧 有蟑螂就算了 后面还都要攻击 OK 所以如果你要走Y2K很简单 你就要带一只蟑螂脚 一只攻击出门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股前不往身上丢 所以这一身呢 就是千禧宝宝的穿搭 鞋子来讲的话 因为我没有嘛 我就用Super Shoe 它是要松高鞋 松高鞋泡泡袜 因为我也没有泡泡袜 所以我就随便拿一个长袜 然后裙子还会穿这种窄裙 可是其实我这个也还好 不是很窄 他们是穿到很窄的 而且是要低的 看到肚臍的 只有最符合的是我上低这件 OK 还有夜下包哦 不过他们以前拿夜下包 没有这样 Suit Ray Style 还是比较到Bling Brain OK 让我们进步 Fashion 时间 OK 现在我们就来到第二套 第二套我准备讲Fashion 就是因为今天是Colorful主题嘛 所以我就取过衣出花了 今天非常Colorful的一个长袖衬衫 配一个高腰长裤 然后这个高腰长裤 也比一般的正常高腰长裤 来的奇怪一点 OK 就是它跟裤脚这边呢 会有一个开拆 然后它另外一直是正常 OK 现在我就换上这一套Fashion 给你们看 所以就是一个Colorful的长袖衬衫 配搭了我讲的那个直通高腰裤 这个就是没有一个直定的风格 这个就是我自己搭配出来 然后觉得这样子配搭的话 然后没有Fashion感 所以整色呢就是这样的一感觉 然后配搭我的这个Selling down down 然后可能你想要露一点性感 你可以把那个shoe 这边呢你会往内折 露一点自己的内搭 然后配搭我的这个高跟鞋 所以它整个就拉长裤子了 然后进入我的Fashion post 所以有第二套就是这样子 我是蛮摘的 所以哦 没有什么去研究传达嘛 所以是因为我把我的YouTube content 换成是传达contain过后 我才有一直去想 所以哦 我也是没有想到我这样可以配搭这样好看 OK Shot now 已经来到我们的第三套了 其实如果你有follow我的IG的话 你应该看过我穿这一套 就是很多欧美女生会穿的一个 一个套装色啦 因为这样子就有点简单嘛 So 我又配到了一个超级美兴的外套 可是我跟你讲 这外套我买来啊 我从来没有穿过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买太大件了 所以现在我就换上去 所以你看到吗 它的非常over的电剪感 我会把亮色的穿搭在里面 然后你看到吗 我这个套装呢 它是高龄式的 它很明显的可以看到有那个层次感 OK 然后配上SELINE bag 因为SELINE就是比较尖头OL的感觉 所以就可以配这个bag 看到吗 我的这个鞋我有换了 刚刚我是拿走比较俗女的高跟鞋嘛 这个是比较有一点 半靴的感觉的高跟鞋 不过现在哦 我有稍微有看到的 比较流行的Fashion的鞋子 它是来那种靴子哦 看上去有那种 Rustic感的 很像那种洗厕所 还是那种在巴巴走空 那种放水 那种现在很流行的那种感觉 就是所谓Fashion的 有的时候就是摸不着头绪 然后它就是这么流行 整体感就是这样子 然后配上一个简单干净俐落的马尾 所以现在我们进行Fashion pose 前面我都觉得 这样都比较夸张式 所以现在第四套也会配搭一个比较近身一点的 下半身我拿的是一个精神五分牛仔裤配色的 然后衣服看到吗 我就是买这件 就是Lisa代言的这个品牌ADLV 然后里面我会搭一个白色黑色 OK所以马上Let's go 沙拉 所以这一套很明显看到吗 它就是比较修身跟精神的一件 刚刚我讲的那个修身裤就是这一件 它是来可能四分到五分的一个牛仔修身 五分之上一分这样 看你们个人啦 有些人可能手臂比较粗的人 想要遮掩就可以像我这样配搭一件白体在里面 OK然后一样配我这个靴子高跟鞋 然后我讲过Fashion就是离不开其心怪状 OK其实我这一身打扮都蛮正常的 所以在头发这上面可以做一些小工夫 可能奇怪一点就会更接近所谓的时尚 然后耳环看到吗 那耳环就是带一个比较特别的那个扣针耳环 之前有在我的YouTube介绍过的 还有一个白搭的黑色袋 马上进入我的扣时间 OK第五套就是来比较日常的Fashion 它没有像之前这么奇怪 它就是一个短袖衬衬衫 Double Color的 然后配一个Yoga的喇叭长库 我跟你讲这个Yoga的喇叭长库 只要是女生我跟你们讲你们一定要去买 因为不然我这么 你看她很像蛤蜊蛤蜊这样 可是不然我穿上去 它就是很美哦 超有气质 然后会把你的腿咬到很长 所以来现在进入我们的最后一套 第一套 已经太宝宝去了 OK好 所以今天这一套是我的最后一套 所以看到吗 这套是不是觉得比较日常 所以它日常中呢 就带一点Fashion感 所以就看到吗 这个刚才我讲的 超级无敌霹雳美的修身喇叭 Yoga服的喇叭裤 它就是会很美的修饰我们的腹部的脊肉 还有体臀 然后呢就配上一个内达咯 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衬衫 要带点神秘感 还是以为自己是明星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小配件是墨镜 如果你不要带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它放上去的头发上面 然后很简单 然后我就带一个简单的项链 还有一个简单的百搭耳环 好 所以马上进我们的最后一个的Vogue Pose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下留言匿名 还有打开小铃铛 还有不要忘记follow我的Facebook IG Tiktok还有小红书 所以今天的穿搭视频 希望可以有帮到你们 拜拜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